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装修的非常好 而且空间特别大 是一个休闲聚餐非常不错的地方 最近又推出了五折的活动 他们家的生意实在太火爆了 装修的环境挺好的 属于那种清新时尚的风格 令你在喝茶吃点心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舒服 然后他们家采用的是全自动的自助茶水 设置了全自动功能之后 你只需要往茶壶里面加水就可以了 其他任何都不需要你操作 非常的方便 在广州很多茶楼的茶位费都去到五块八块甚至十块了 但是他们家的茶位费却是三块钱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便宜了 关键茶水还挺好喝的 然后这是他们家的餐牌 你们可以看一下 出品的种类非常的多 茶楼经常见到的点心他们都有 关键是价格真的特别实惠 最贵的才25块钱 这是他们家的虾饺 个头挺大的 一笼有四个 虾饺皮上面撒了一些虾子 虾皮看起来晶莹通透 虾饺看起来也很饱满 关键是里面的馅料真的特别赞 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出品一点都不含糊 食材是真的讲究 里面有四颗大虾仁 而且虾的味道很甜 口感很Q弹 你们再看一下它的虾脚皮 晶莹剔透的 口感爽口弹牙 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干蒸烧麦 你们看到了吗 个头很大 而且闻起来很香 金黄色的烧麦皮里面包裹着满满的馅料 而且饱满汁水 烧麦的味道有点甘甜 吃起来口感很有弹性 再加上虾子的点缀味道真的很棒 这一道就是鲜虾红米厂 出品也是很赞 红米厂的皮口感是软糯的 而里面则包含着油条和虾仁 香葱和猪肉 口感很丰富 沾上他们家的特制酱油 味道真的很好 而这个呢就是他们家的百搭酱凤爪 这个味道真的是一一击棒 凤爪每一个都很大个 而且炸得很软烂 整个凤爪吸满了百搭酱的味道 连里面的骨头都是有味道的 下面则铺了一些花生 还有一些辣椒调味 给了非常多的酱料 单单闻起来已经很香了 吃起来的话有一种入口食化的感觉 非常推荐 这个是蒜香排骨 排骨的选材也很讲究 都是选用了一些好的食材 排骨应该是事先经过腌制的 蒜味特别的香浓 吃起来不仅入味 而且口感很滑嫩 上面铺了一层排骨 下面放了一些香芋 香芋很软糯 失收了排骨的味道 这道点心也是必点 而这个呢 是服务员推荐给我的 金丝香芋卷 口感和味道也是一级的棒 外层好像是一层脆香的椰丝 里面则包裹着满满的香芋 口感和味道都一级棒 然后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的结账单 原价是147的 吃了那么多东西 实际买单80块钱 这么好的茶楼 请问去哪里找楼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 我是大冰